1929年11月11日深夜 此时的上海侠飞路一片枪响 伴随着一阵枪响结束的 是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死亡 由于这些人早有计划行动迅速 所以尽管是在法租界 但是当一大批法国巡捕到达之时 枪战现场早已经没有了人的踪迹 这个死在血泊之中的人 就是当时的中共叛徒白鑫 然而此时仅仅距离他背叛党组织 导致彭派等人牺牲 仅仅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白鑫叛变后不久 周恩来对陈根说道 抓到此人无论生死 听到周恩来下达的任务之后 陈根拍拍胸脯说 我必不辱命 白鑫为何会背叛党组织 陈根又是如何在国民党密集保护下 将叛徒迅速铲除的 今天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29年8月23日 此时的上海中央政治委员彭派等人 正在白鑫的家中召开军事会议 而周恩来则因为临时有事 则没有准时赶到 正在会议室进行的过程之中 突然大量的国民党特务 大批的军警开始包围会场 突然一名国民党特务 踢开了会议的大门 手里面拿着名单开始对照着 会议上的几个人进行抓捕 并且大声问道 哪个是澎湃 站出来 于是此时的众人 在看到国民党 把除了白鑫之外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扣起来之后 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白鑫 白鑫此时则低下了自己的头 国民党特务为了掩护白鑫 于是便将白鑫 也一起扣了起来 带上了车 事发之后 周恩来通过中央特科的同志 了解到了党内出现了叛徒 而这个叛徒 正是中共中央军委 澎湃的秘书白鑫 大革命失败之后 国民党对上海党组织 进行了大肆破坏 当时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而白鑫 则是一个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 很快便被吓破了胆 于是革命意志彻底动摇之后 白鑫便通过自己在被俘场当厂长的哥哥 认识了当时的国民党上海情报处处长范真波 见到范真波之后 白鑫表达了自己当年不慎加入了共产党 希望能够将功赎罪 于是白鑫便提出能够帮助国民党抓住上海党组织首脑武豪 彭派等人 范真波听闻消息之后 便和白鑫两个人设计了一个阴谋 准备将中共中央军委一网打进 中央特科的同志经过打探之后 终于知道了彭派等人的关押地点 陈根通过我党在敌人内部的特工 阳灯营处得知 蒋介石打算在8月28日枪决彭派等人 在探知这个消息之后 周恩来立即对中央特科的同志下令 将彭派等人营救出来 8月28日早上 陈根率领中央特科的战士 早早地埋伏在行刑囚车的必经之路上 为了顺利拦截囚车 陈根准备一辆大卡车 卡车上面全部都是大米 同时在客车附近 潜伏在人群之中的 几十名中央特科的人员 有几十个人携带枪支 被敌人发现的风险极大 于是陈根又安排了一辆卡车 专门装运枪支 等到时间一到 立即前往指定地点 然而当行刑囚车到来的时候 敌人已经做出了防止截法场的准备 大量的军警在囚车的周边保护 行刑的路上设置了哨点进行拦截 因此在行刑时间到了之后 敌我力量悬殊 负责运送枪支弹药的汽车 也遭遇了敌人哨点的层层盘查 因此未能及时到提前的预定地点 在敌我力量的悬殊情况之下 中央特科的营救人员之后 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于是不久之后 彭派等人英勇就义 彭派等同志牺牲之后 周恩来指示陈根 要不惜代价将叛徒铲除 让那些革命队伍里意志不坚定的人有所警觉 陈根接受任务之后 开始在上海到处查找叛徒白星的落脚点 然而此时的白星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 加上国民党看出了白星身上剩余的价值 于是在国民党的帮助下 刻意隐藏起了自己的行踪 这使得尽管地下党的同志虽然到处打探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关于白星的一丝消息 而此时的白星由于整天躲避地下党的报复 于是整天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状态之中 整天处于惊吓状态的白星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身体便下出了毛病 于是在1929年9月下旬的时候 白星突然带着身边的几个国民党特务 前往上海达身医院求大夫看病 而他所找到的医生科达文大夫 恰恰是中共地下党成员 由于当时白星在党内地位不是很高 所以并不知道科达文大夫的身份 所以此时的科达文大夫 在见到白星之后镇定了心神 先是给白星诊治了病情 之后对白星说道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去楼下取几副药 科达文大夫离开之后 迅速给成根打电话 同志成根率人前来 然而此时的白星早已经是惊弓之鸟 再看见科达文大夫 去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之后 便匆匆离开了医院 之后科达文将白星离开的消息 告知了成根 成根对科达文说 下次去的时候 给他治病 要让他感觉有效果 但是不能全部治愈 要放长线钓大鱼 于是没过多久 白星便又再次找到了科达文 请科达文前往法租界的一家饭店 来给他治病 科达文想套出来白星在哪家饭店 但是多疑的白星则告诉他 到了法租界之后 自然会有人告诉他 范真波和白星早早在饭店里面 等着科达文 见到科达文之后 白星立即用怀疑的口气立声问道 那天你说你下楼取药了 怎么出去了还去那么久 科达文回答道 我下楼找药 但是发现少了一味药 于是便想去门口药铺去买点 谁知我回来了 却发现你走了 连药也没带 白星听到这话之后 于是编了一番话回答道 我当时有急事 时间比较赶烫 所以药来不及拿就直接走了 之后 科达文给白星看过病之后 白星留下科达文喝了一会儿茶 他的想法不过是让范真波看看 科达文的身份安全不安全 之后几人分别之际 白星对科达文说道 你那医院太小了 应该买一栋大点的 在设置点高级病床 科达文接话道 我一个外乡人独自在上海生活 又没有亲朋好友 又有谁帮我呢 文听此言之后 白星立即从自己的皮包里 拿出五百块钱 放在了科达文的兜子里说道 收下吧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科达文出了饭店之后 立即将饭店的石墨 告诉给了陈根 陈根得之后高兴地对科达文说道 好 继续盯紧他 过了几天 白星感觉 科达文给他抓的药 使他的病情有所好转 于是便再次联系了科达文 为他治病 这次科达文坐着白星请来的小车 到达到达了侠非路 和安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 几天之后 几次的治病地点都是在这里 于是科达文便将这情报 及时报告给了陈根 陈根在科达文的帮助下 找到了白星的藏身之地 但是由于科达文的身份 仅仅只能接触外面的事物 而且要真正了解白星的动向 则需要从别的地方着手 于是正在暗头 冥思苦想的陈根 想到了杨登盈 这位虽然不是共产党 但是却屡次 给予了上海地下党 以极大的支持的人 杨登盈原名保军府 自幼就在日本求学 常年的日本生活 使他对于日本非常了解 因此在进入国民党情报部门之后 受到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重视 很快并将他任命为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驻上海特派员 到了之后的杨登盈 对于共产党的机遇十分同情 于是他便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 经常出现在国民党的上层 利用其自己的关系 多次帮助过上海的 中共地下党成员 于是当陈根将除奸任务 告诉给杨登盈之时 他欣然对陈根说道 我立即前往摸清白心的情况 以方便我们相机动手 于是过了一天一大早 杨登盈便前往 范真波的府邸拜访 由于杨登盈是陈立夫的亲信 所以范真波不敢怠慢 就在两人在院里面闲聊的时候 碰见了白心 于是在范真波的介绍之下 白心和杨登盈两个人 开始有了交集 白心见到杨登盈之后 立刻悲声说道 杨特派员 期望今后多多指教 杨登盈说道 共匪首脑 澎湃能够落网 你可算功不可没 白心恭敬地回答道 不敢 只是那次让五豪敢抢 要不然他也跑不开 听罢之后 杨登盈说道 我一定向中央汇报 要对你论功行赏 自此之后 杨登盈便开始多次 向范福走动 经过几次交往 很快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次 杨登盈对白心说道 澎湃案轰动全国 估计全国的共产党 不会放过你 你现在就住在这里 否则可能会被暗杀 白心听罢之后 对杨登盈哀求道 杨他百元 能不能向南京请示 调我去南京吧 杨登盈回答道 现在的情况不行 等过一阵时间吧 风声小了也不迟 白心听了之后 无奈道 可是我这心里 杨登盈道 有我在 你放心好了 整日躲在一个地方 使得白心越来越觉得不安全 于是不久之后 他便被获准前往意大利躲避 并且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 杨登盈 陈根得知这消息之后 便一面让杨登盈 打探白心出逃的具体时间 出逃路线 另一面 组织特科的除奸人员 家境布置 不能让白心活着离开上海 于是白心和范真波商定 于1929年11月11日 深夜11时出逃 同时将小汽车 停放在府邸的门口 让白心上车迅速离开 而身在一旁的杨登盈说道 深更半夜 将汽车停在门口 容易引人注意 应该停在门口外50米的距离 这样不会引人怀疑 就在白心准备出逃的 那天晚上 杨登盈前来辞行 并且在府邸周围 视察一遍之后 亲自带雷和点心 送给了白心 用来聊表心意 白心在看到杨登盈的心意之后 竟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杨登盈在确定了白心 按照原计划逃跑之后 便放心地离开了 到了11点之后 已经夜深人静 除奸成员 已经早早按计划 潜伏在四弄43号的周围 不一会儿 43号后门突然闪出来几个人 白心 范真波和几个保镖 他们几个人没走几步 黑暗中一阵枪声袭来 枪声没多久 白心几个人一同重弹倒地 白心和几名保镖当场死亡 范真波身受重伤 陈根率领除奸队 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法租界严密的戒备之下 陈根毅然率领中央特科的部队 深入虎穴 击毙了叛徒白心 由此可见 周恩来除奸的决心 除奸队将白心击毙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上海城 使得各界人士震撼不已 同时白心的结局 也对党内一些 蠢蠢欲动的人 给予了警示 收起来了叛变的心思 白心在革命的艰难时刻 由于自己的意志动摇 最后落到了悲惨的结局 这对于革命队伍 具有教育意义 同时能够告慰那些 因为白心投敌 而死在了国民党枪口之下 为中国革命英勇就义的英雄们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